看我們今天來吃這個蒜奶夜 我們第一次吃是在日本吃的 然後才發現台灣有的 然後這間店在日本算是最划算的吃到飽的 然後我們在日本的時候幾乎一兩天就要吃一次 這是它的高價位 這邊是中價位菜單 然後這邊是低價位的菜單 這邊是低價位加海鮮的價格 這邊是假日低價位晚餐的價格 少部分單點菜單 還有煮肉的技巧 我們今天點的是國產豬跟雞肉最便宜的套餐 然後這個銀髮族65歲以上或是小孩 基本上都是有特價 像銀髮族你吃不吃正見65歲以上就是349 然後加一成而已 然後它還有這一些東西 其他要加價要再吃點別的就可以這樣 那我如果你是很喜歡吃豬肉類的 只能吃豬肉類的話這一間是最划算最棒的 這個叫小夜夜來的他們是用那個機器人點餐的 然後炒的時候我們按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肉盤 它的肉是比較薄的 然後我們自己都特別喜歡吃這樣子薄度的那種肉 有些都太厚了是比較不喜歡吃那種肉 比較不好入口 它看你自己是不是喜歡這樣子的口感 那如果覺得喜歡的話 這間就非常的適合你囉 這個是購物糖 然後這個是和風魚介豚糖 下了它的肉 基本上它那個豬五花是最好吃的 切的薄度蠻適中的 對啊它的薄度非常的適中 比你吃那個隨便吃個火鍋都還便宜 好吃 我覺得比那個M更好吃 M什麼 M啊 M開頭的那個舞台啊 就是有購物台的名字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它最近這個我覺得不錯 這個雞肉 以前雞肉是那種就是雞肉塊啊 那種不好吃 它現在切的這樣薄片薄片的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蠻嫩的 所以我蠻喜歡它最新鮮的這種升級 那好像有些人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吃這個蠻兩極化的 那它現在呢都改成這種 用這個手機點餐的方式 QR Code點餐 對對對 然後它現在那個也是啊 那個送餐也是用機器人的 這樣子可以節省能力 我們要來這個來六份好了 然後接著來四份 點好之後呢 按送主訂單就可以了啊 然後那個就會來了 它就等一下小葉葉就會自己過來 小葉葉 小葉葉又來了 可以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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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找服務生就可以按一下 服務生就會來囉 這一個 你看它的菜 我覺得跟人家不太一樣 就是這一種 然後沾一個醬子 然後沾一個醬子 我來吃吃看那個豬肉 它這個豬肉其實都切得薄度剛好 有些都會太厚啊 有些會太薄的吧 它的薄度我覺得每次都切得很剛好 所以特別好入口好吃 然後比較嫩 來拿一下菜盤 然後這邊的菜盤的這些 它這邊就是菜特別多啊 然後種類很多 但有這個蔥啊 我覺得是超棒的 那有白菜啊 然後這個 新疆菜啊 小豆苗啊 好的 它的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韭菜啊什麼的 是大部分都是很日式的 其實它跟日本的實質也很接近 然後它的地瓜 它地瓜每次都會不太一樣 現在是用這一種 然後之前有時候是那種黃黃的 就是很黃的 不過它地瓜都選的很好吃 然後豆腐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阿嬤精選的菜盤 基本上阿 就是 長輩阿 就喜歡吃這些菜 然後這些全部加進去 尤其是這個蔥阿 加進去阿 就特別好吃 然後它的菜都切得細細碎碎的這樣子 所以吃起來 就覺得特別的 好吃這樣 好入口 滾了滾了 這雞肉特別好吃 然後它的芋頭 其實本來就已經 是煮熟的 然後再過來煮這樣子 然後它的這個 屁瓜也都是 南瓜都特別好吃 特別甜 加湯 加一個混合湯 我們剛剛在加湯阿 然後他說要用QR Code 那個會比較快 我也忘記這些事情 我以為只有點餐 那其實你要加湯什麼的時候 也是用QR Code 這邊有兩種口味的冰沙 其實都還蠻好喝的 它的乳藥飯 蘇打水 還有零塔可樂 這個超棒的 然後這邊有 乳藥杯 對,加冰塊 還有零塔可樂 然後它這邊有 冰咖 飛冰拿鐵 冰卡 你可以自己去配 然後 你可以泡茶 茶包的這些 甜點的部分 有抹茶 冰淇淋 它其實每一次都不一樣 這一次是抹茶的 然後中間有綜合 跟香草 然後慕斯蛋糕 還有 口中絕餅 這個絕餅很好吃 喔 這是日本的 也是吃這個 然後還有梅果醬 跟薑果醬 跟薑果醬 然後這個 可以片一片的 加在 這個 裡面 蜜薑 幾米紅豆湯 它這個滾的比較 比較爛一點 然後蠻好吃的 但我媽不喜歡吃爛的 所以她比較不喜歡吃這一家的 然後烏龍麵味 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就很自私的做法 然後你就是 吃冷的 直接沾醬 這邊有 麵啊 那我不太吃麵了 關廟麵跟圈圈麵 然後它這邊還有 這個 你如果一開始來 超餓就直接先 弄個飯 然後這邊寫牛肉煮 但牛肉煮不知道爬哪去了 可能還沒來吧 就是 拿去補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它的咖哩 特別好吃 它的咖哩 就 跟那個 Sukia 那個 其實 差不多好吃了 所以你如果吃Sukia 想要吃很多的話 乾脆直接來這邊吃肉 吃 咖哩就好了 我覺得不會比較難吃 然後它咖哩的話 可以 加這個 蘿蔔 很好吃 我來吃一個飯 好了 輕輕一點點 然後來看一下醬料區 它還有那個 起勢醬啊 燒燒醬啊 荊棘醬 胡麻醬 這些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 蒜頭什麼的 它沖很多 然後我很推薦它 日式醬跟菁姐醬 還有胡麻醬 起司醬 加一下醬吧 先來個 蒜頭 還有 蔥再來 一堆 這個醬 金桔來一顆 在這邊的 等一下拿錯 然後這個不太辣 不過這個是可以增加香氣 好 不喜歡吃蘆果泥 然後呢 我喜歡醬條 日式醬油多一點 然後 雞雞醬來一匙 然後最後是照燒醬 來一匙 好 這是秋先生的配方 好 這飯咖哩飯特別好吃喔 很像那個 Sepilla那一種 很日式 基本上它的醬料 我都覺得算是蠻日式好吃的 是真的日式喔 不是說 就是那種 假假的這樣子 把一個點 吃一下這個雞肉 它的雞肉是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的 然後醬切反而更嫩 那之前呢 就是那種一塊塊的雞肉 吃起來我就比較不喜歡 好吃 好 我們來訪問一下阿嬤 一開始沒有這一次過這一間 你最喜歡吃的吃到飽是哪一間 千葉火鍋嗎 沒有吃過這間的時候 千葉火鍋對不對 但是你吃過這間 再也不去吃千葉火鍋了 阿公長你去吃千葉火鍋 你就一概拒絕 不要 千葉火鍋問題很大 我不怕 你說怎麼樣 我說 這樣黏黏的很好吃 就是肉還有這些菜 這樣子 加一加很好吃 一定要吃它的五花肉 對啊 梅花不行 五花肉 都很好吃 對 讚不絕口 阿嬤以前一個禮拜一定要吃一次 不然喔 他會生氣 沒有 沒有 假裝沒生氣 輕易偷生氣 呵呵 好吃 阿嬤來介紹一下 阿嬤來介紹一下 阿嬤精選的菜 阿嬤精選的菜 就是這樣啊 阿嬤為什麼這麼喜歡吃這一間 阿嬤精選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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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菜 它做好吃的 乳花肉好吃的 嗯 沒有比它好吃的就對了 對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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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好吃的 出道寶 目前最好吃的出道寶 對 好 我最愛吃的出道寶 是這間嗎 對 好 很好很好 好 我們現在用餐到一個段落了 然後 我們就自己去甜點區DIY一個抹茶聖袋 還蠻日式的樣子 我們吃吃看這個 這個好吃 這個 椎 椎餅 椎餅 然後這個蛋還是要加個 這個黃豆的 這樣就很好吃吧 這樣就很好吃 加點幾個蛋 這樣就很好吃 吃一下這個絕餅 我每次來都一定要吃 可是因為 這很好吃 這個抹茶冰淇淋 然後加藍莓 隨便你加 來總結一下今天的 這個 它的優缺點啊 第一個優點就是 喜歡豬肉的 會喜歡 因為它的豬肉特別薄 好好吃 那喜歡薄的的話 那有些人喜歡弄很厚的 什麼 一比利那樣 那就另當別人 然後價格都很便宜 然後第二種就是它青菜 整個超多種 但是都是比較偏日式 而且它切的比較小塊小塊 有些人很喜歡那種大塊 像我媽媽就喜歡吃那種 小塊小塊啊 很好入口 然後有些蔥啊什麼 吃起來的感覺就是不太一樣 然後第三種就是它的最近就是有那種 自動化點餐啊 APP啊 然後還有剛剛那機器人這樣子 可是這一點也是一個缺點 如果是長輩來吃的話 他們就比較不會用這些東西 那就會對長輩比較不融資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醬料偏日式 而且幾乎日式 還算是蠻日式 那如果有一些人就是 欸它就會跟我講說 這根本就沒有沙茶啊 又沒有什麼香菜啊 那這樣我也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有很在意這些人 就不要來吃喔 然後呢 再來就是甜點的種類不多 但是它還蠻精巧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還蠻剛好 因為畢竟 價位就擺在這邊 那其實它的甜點我覺得每一樣都好吃 然後也沒有很多 那我也都每個都還不錯吃的 所以我覺得還OK 再來就是它的那個咖哩啊 跟那個牛肉的壽子 然後那個你如果來的時候 很餓一開始就可以先吃 而且它的那個咖哩啊 都是在外面 外面點啊 都是在說可以單點的吃的那一種 對不對 然後它的那個 麵條的種類也蠻多的 然後你也在那個咖哩上來吃 就是吃棒的 對而且我還蠻喜歡吃它那個烏龍冷麵 就是吃下去 然後再加它一點的那個醬 那好吃 我覺得蠻需要嘗試 製作女兒都是會 呃 煮飯豬肉麵給他 他就沾這個起火醬 對 然後最後就是 最小朋友會喜歡 最後就是它這邊拿齁 講認真的 我們覺得它的豬肉 是比它的牛肉還要優秀 那如果你很在意牛肉的 好不好 還是什麼和牛什麼的啊 我覺得 你特別喜歡吃豬肉很好 那如果你喜歡吃牛肉的話 可能有幾間會更好一點 好 我們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然後我們看看 我們今天用餐是到盧州店 我特別喜歡這一間 因為它用餐有折抵停車 所以我們都不用停車費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分享按讚喔